其他政治焦點人物還有立法院長韓國瑜 上任之後秉持中立原則 討論聲量和好感度更是奪薩冠軍 但是呢這中立原則在自家黨內引發了抱怨聲浪 傳出藍營立委陳宇珍在黨團群組暴怒說 韓國瑜不願意加入群組 還點名立法院秘書長周萬來說 不幫忙就算了不要扯後腿 內部啊我們時常有很多不停的爭辯甚至爭吵 但對外國防跟外交基本上三黨都是一致的 和美國在台協會主席羅森伯格特別提到 國會三黨鼎立爭論是常態 不過這爭吵似乎也在黨內掀起波瀾 立法院長韓國瑜上任兩個月以來大走中立路線 卻疑似引發黨內批評聲浪 外傳國民黨立委陳玉珍在黨團群組抱怨 韓國瑜不願意加入群組討論 更提及立法院秘書長周萬來 認為他不幫忙就算了 請他們立法院的人不要扯後腿 更直接說韓國瑜周萬來兩人不該用中立來騙人 而同樣被點名有附和的立委徐巧鑫出面還原全清 因為周萬來秘書長在隔天要到立法院來備詢 那他的書面報告裡面針對國情的咨文部分提到美國的案例 那被民進黨來檢控查證了 所以立正委員出演提醒 王院長跟韓院長是不同的人 我們支持的就是韓國瑜 破除網內互打強調砲口一致對外 更強調昔日公道博立法院前院長王金平還是跟韓院長不一樣 至於昔日仇敵民進黨立委王世堅對韓院長贊喻有加 工作表現上面四個字 重規重矩符合全民的期待 韓國瑜擔任院長後搖身一變成為新的公道博 不過先前總質詢風波被綠營群起圍攻 這回再被自家人講話 究竟這中立會不會過了頭還是韓院長自己最清楚 接著皇子庭林民眾特別報導